嗨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新兴国际,我是小易,随住城市的发展,一方面道路上的车流量增大,到处都是密集的车流,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时间,另外,很多城市的道路都在整修扩建,只留下了狭窄的车道,供一些行人,或者是电动车之类的车子通过,大的汽车这时候就派不上作用了。 于是,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单人汽车,它是由日本设计出来的一款小型汽车,有了它可以完美地解决堵车拥挤之列的问题,甚至你还可以直接将车子开进家里,连停车位都不需要购买了。 这种微型单人汽车的设计思路,是很多品牌最近都在尝试的,只是最先由日本的丰田设计了出来,这款单人汽车叫做I-Unit。 这款汽车的灵活性是非常强的,这款汽车的外形设计灵感来源于一片树叶,看起来还给人一种高科技的神秘感,同时又具有一些简洁的美感。 这款汽车非常轻别,它的体积还没有一般汽车的一般大小,既减少了汽车占用的空间,同时还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,非常的划算。 另外这款汽车使用的材料,是一种节能材料,是可以直接降解的,可以回收使用,这样子也减少了汽车制造业,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伤害。 I-Unit单人汽车的质量只有180公斤,汽车是使用电机来进行驱动的,里面配置的有锂离子电池,作为能源供应源头。 I-Unit单人汽车的转弯半径可以达到0.9米,以达到其灵敏度。 同时,这款单人汽车的外形还可以进一步收缩,将车轴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,将车子的配件集聚在一起,进一步减少其占地面积。 即使是非常狭窄的通道,也可以保证安全通过。 人们在驾驶这辆单人汽车时,可以根据道路的宽窄程度调整车子的结构。 适应道路需要,这款汽车是可以通过侧面的驾驶感控制的,还可以在电梯之中驾驶。 这样子,我们都可以直接将车子开进家里,就不需要另外寻找停车位了。 好了,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的新兴国际带你了解更多的创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